主料,大米50克,火腿长两根,香菜两颗,辅量,盐,鸡粉,胡椒粉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大米鸡尖一碗淘洗干净,用水泡拔一碗,早晨把大米放入煮锅里加入适量水煮粥,煮粥的同时火腿像拆开包装后切成小丁备用,香菜洗好切好备用,粥煮好后放入煮锅里, 放入火腿长两分钟,放入适量的盐和少许的鸡粉,胡椒粉,香油调味后即可关火,把煮好的粥盛入碗中,放入香菜趁热搅匀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煮粥是沸水下米不会粘锅,淋入几滴香油粥不会一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